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状况现在不太妙 导致人民现在出现了勒紧裤腰带情况 所以干脆就是降低消费或者是我不要乱买东西 逼得餐饮业者把价格调回2008年当时的物价 其实从外食就可以看出端倪哦 中国餐饮业者又发现了过去两个人用餐的时候 通常会点五到六道菜 但现在是一个人吃一个主食再加一个菜 尽量是吃完不浪费 当然消费者花钱会变得更谨慎 客人点的菜减少客单价就会下滑 那甚至连锁国际的素食店都要迎合市场降价 或者是推一些低价的套餐 像是哪些呢 汉堡王一加一随心吧 还有麦当劳也推出食元吃饱 肯德基更绝推出买一送一半买半香送 中国人就俗称这个叫做穷鬼套餐 对吃可以节省 但如果是爱国心这就不能省了 大家宁可不吃也要把钱花在挺国货 最近华为推出了三折叠机 一台售价台币九万元起跳 而发布的时间跟iPhone16很相近 较劲因为很浓厚 结果线上实体店面陷入了疯狂抢购的情况 彭博就分析认为说北京请全国之力要突破美国的唯独 因为华为被美国制裁了 所以怎么样都要让手机热卖 所以这波买器其实买的就是一个爱国情操 更扯的是三折手机抢歪 所以传出有黄牛用台币36万元来收购 网络上甚至传了一张价格表三折机 现货一支它可以喊到65万 然后9月可以到12万 10月卖4万8 11月一支4万 12月降到3万元 当然这个价格也是没有办法证实的 可能是在炒作 华为销售人就说哪来这么多人买得起这个手机 通常都是买了然后再转卖 就跟买卖股票是一样的 好